那么在这一次呢 大家也就关注到了 是在台湾在金门这个部署战例 现在这是一个微博的新浪军事 来曝光我们的部署哦 表示海巡署13个巡防指挥部 那么这一次涉及撞船事件 是12金门指挥部的第9海巡队 配备的都是小型的快艇 当中有数艘的100顿的巡逻艇 是绝对主力 还有部署在澎湖 包含了第146舰队 海峰第6中队 那么第146舰队 集中我海军现役10艘成功护卫舰 这个部分是大陆曝光 是这样子没错了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随着时空背景的改变 现在在澎湖摆这146舰队 成功军舰摆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已经不合时宜了 当中会摆在这个地方 是因为大陆来讲的话 战力大概他们只有 鱼雷快艇这种船 我们把这种主力战舰摆在澎湖 是有可能的 那你如果说以现在他们的这种 军舰的实力或者是暗置飞弹的 射程能力来讲的话 你这个146舰队 我真的很诚恳的建议国防部 要不要改换一个地方 海军在作战的时候 如果一旦我们两岸之间 有任何军事动作来讲 第一个要办理脱离的就是146舰队 它要到哪里去呢 到东部海岸 我们叫苏伯区 海军有一个作战叫做存在舰队主义 就是说我只要舰队保留我的实力在的话 我对你永远是一个威胁 所以说我们通常来讲 海军作战一定要把对方的军舰 急破 急沉 才有可能说战胜获胜 如果你没有将对方的军舰 急沉来讲的话 就算他跑再远 他对你就是一个威胁 所以146舰队在这个地方来讲 不是很大 对这个 不是一个很适当的一个摆设 依照现在敌火时空 那之所以讲到海警船 我特别要讲 老共的海警船 它的盾位数有多少 是日本跟美国家乡都还没有它多 所以这个大陆他们非常的很清楚 他们建军的理念比我们强很多 他有这个实力 他只要说是 不管是跟我们或者跟美国来讲 如果军事上面直接接触来讲的话 那实在是一开始就军事对峙来讲的话 那影响很大 所以解放军他们一直在发展灰色地带作战的一种能力 这种灰色地带就是海警船 所以他现在来讲建议军的努力方向是在海警船方面 但他所有的海警船几乎都是用军舰改装的 我这边特别要强调他的海警船最大的 他总顿位数是跟美国日本加起来还要多 第二个他的海警船很多都是军舰改装的 虽然说他把很多的飞弹拆掉了 但是他保持有雷达 有这种雷达指引设施 那万一一旦开战的话 他可以做A色B岛 也就是说他在第一线 他在前面那边 他的雷达指导目标 后面由飞机或者是陆制的这种暗机的导弹 可以对敌方的军舰来实施攻击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人家海警船 顿位数那么大 其中还有更可怕 他有海警船是破冰船改装的 他就准备给你撞 但是破冰船改装的海警船还好 没有部署在我们中部战区 他部署在北海岸那边 那就是准备给你 如果说万一发生碰撞的话 我们知道那破冰船那个很结实很硬的 一撞就把你撞成了 然后可能来讲对菲律宾来讲 他们可能会用这种大杀器 那对我们台湾来讲倒不至于 可是我特别要讲 今天如果说连我们这个 连我们这个 我看过更详细的 大概我们部队部署在什么地方 多少兵力单位番号什么 他人家都搞得很清清楚楚的 其实我们还有什么机密可言 这真的也很 像146舰队 他连这个番号都跟你讲 海风第六中队 他很客气 他没有跟你讲海风第六中队 用的是什么武器 他还有所保留 因为这个很敏感 海风中队很敏感 我们有陆机有海机的 这种海风中队 每个中队他所在的位置会不一样 这都属于国防机密 我这边就不便多讲 可是我比较惊讶的是说 我们的兵力部署 我们的所有军队的这种位置 包括金门的人力多少 兵员多少 有几部战车 人家都给你搞得清清楚楚 他都掌握了一清过楚 那我们怎么 目标已经都被锁定了 大概所有坐标都已经知道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这场仗 这个位置战就已经先 气势上面已经是输给人家了 那现在呢还被再提报 这是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表示说 多年前事上有采购密露器 但是呢是因为什么 抗中保台 民进党抗中保台禁止使用 所以呢其实海巡署曾经 构组了基层人密露器 但是政府禁用中国制的产品 所以才会导致有3061区的缺口 那么也指引说密露器不足 并不是今天才知道 同时呢行政宣布动 第二预备金2160万 要来采购密露器 那么媒体人黄文明就说了 现在要来允诺来用第二预备金采购 那平均的单价大概是7000块钱 比起数发布呢 在今年出国预算就超过3000万 来说真的是小钱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王维委员就说了 108年以后海武汇就承诺 要逐年编列 怎么五年过去了 现在采购还要用到第二预备金 委员 只要提到数发布 我看大部分人都会很生气 他们这些每一年 变那么多出国预算 是所有部会之关 都去吃喝玩乐 不客气一点讲 那这个我们伟大的唐部长 也都可以做头等仓 所以当然要比较贵一点 那你现在基层员工啊 连一个密录器啊 都还要紧急用第二预备金采购 第二预备金是用在极难状况 我们现在一个密录器 就是极难状况是不是 说来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还有人前几天还讲说 哎呀因为买了一批密录器 也没有发下去 因为发现它是Made in China 哇那更好笑了一点 Made in China不用 那你为什么在采购之前 没有先把规格讲清楚 说不准在中国大陆购买的 制造的一概不准 结果呢 你是不是中国大陆以外买不到啦 所以你有钱也买不到 那就更扯啦 更扯啦 所以对于这一个 想要玩这个台独抗中的 一群民进党的政权 你就会看它左座也不是 右座也不是 太阳心全校客废 有一身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一身俊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一身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一身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虫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一身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